《烈日卓心》导演曹宝平 老炮导演管虎 《金陵十三差》编剧杨格林 以及崔剑、郑军、李亚鹏 等重量级大咖亲临观影 郑军更是已经看过一遍人未尽兴 该片自去年开始 参加了包括FIRST青年影展 威尼斯电影节 等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十几个相关电影声会 并拿下最佳新锐导演在内的八座奖杯 更得到了业内的一致好评 总统一天中国会有像样的好的商业电影 这一片还远远没有到来 那天到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这样的导演 和这样的片子应该会走到每一天 因为我觉得即便是商业电影 好的商业电影 我觉得也是故事为妄 我看好 我是28岁的 所以这是挺稀疏的 当然我没获得很多奖 所以希望这次 我从心里希望的一个好的故事 一个品质的电影 然后票房大卖 这是给中国电影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我觉得 我的期待就是 咱们的好导演能讲好好故事 现在好像能讲好故事的导演 不多 我们不多怎么办 尸体就在那儿 新迷宫用朴素镜头和巧妙剪辑 讲述了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香肩奇纹 缜密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风格 吸引了道场观众 坐在观众席上的崔健也连连叫好 更提议将该片改名为天下犬贼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北京报道 当天烈日卓心导演曹宝平 老炮导演管虎 金灵十三拆编剧杨格林 以及崔健正军李亚鹏 等重量级大咖亲临观影 正军更是已经看过一遍仍未尽兴 该片自去年开始参加了包括 FIRST青年影展 威尼斯电影节 等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十几个相关电影声会 并拿下最佳新锐导演在内的 八座奖杯 更得到了业内的一致好名 总统一天中国会有像样的好的商业电影 这一篇还远远没有到来 那天到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这样的导演 和这样的片子应该会走到那一篇 因为我觉得即便是商业电影 好的商业电影 我觉得也是故事的一棒 我看好 我是28岁第一次拍电影 所以我真是挺激动的 当然我没混很多奖 所以希望这次 我从心里希望的一个好的故事 牛品就是电影 然后票房大卖 这是给中国电影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我觉得 我的期待就是 咱们的好导演能讲好好故事 现在好像能讲好故事的导演不多 我们不拙怎么办 尸体就在那儿 新迷宫用朴素镜头和巧妙剪辑 讲述了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相间奇闻 缜密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风格吸引了道场观众 坐在观众席上的崔剑也连连叫好 更提议将该片改名为天下犬贼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北京报道